花蓮縣長傅昆琦22號上午跟律師團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興榮 國立東華大學校長趙韓傑 在明代表等善款監督委員會委員 共同出席 宣布花蓮震災善款監督委員會 王清風持續召集人一職 推薦前行政院長張善政接任 協助推動災後重建事宜 這位國內最好的救災院長 能夠來接任善款委員會的召集人 那我們也經過這個全體委員 大家也一致的歡迎 希望這個張善政張院長 能夠協助花蓮 能夠盡早走出這個受災的陰霾 張善政表示 災後復原工作 必須仰賴政府的行政效率 不論是尋覓工友地興建 或架構現有房舍 只要發揮行政效率 就能盡速讓災民有可安生立命之所 我想這個花蓮縣政府 從這個行政面 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們今天是第一次開會 會討論將來我們對於 煽動這個受災大樓居民的 這個救助的辦法 復婚期強調 目前復原階段 雲門翠堤大樓積極進行拆除 應請鞋圍樓於50公尺高 請鞋超過30度 是國內難度最高的拆除工程 預計元宵節前後完工 恢復原有勢容 希望讓當地居民生活 重返正軌 原事新聞綜合報導